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人show 欲罷不能入面 參賽者又要談情 但又不讓他們有親密行為 不是就扣錢女街坊 林家良博士 究竟在現實中 這麼益壓性慾 是否不可能 其實在現實生活 當然都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叫這個 ID 即是叫做一個人的天性 人的本我 其實這件事有古語有文 叫做食息聖也 即是我們最基層的需要 就是肚餓就要吃 即是口渴就要喝 而聖這件事 其實講到深少少 可能佛洛伊德那些 他都有講到 我們是有一件事叫做性拘力 這件事是維持人 一路傳播下去的 一個很重要的拘力 所以見到型男美女 見到她有能力 或者有高尚的情操 其實我們是自然而言 是會衍生到一個性的衝動 所以在一個荒島 你要她壓抑這個性衝動 固然之是一種壓抑 但是取而代之 隨其次 可能會跟她用肢體接觸以外 可能是一些心靈上 靈性上的接觸 可能是多了解 跟她有一個很親密的對談 了解一下她的心思 不過這樣會形成一個很強的反彈 如果鏡頭一移開 或者離開了拍攝環境底下 我相信她們的性拘力 就會令到她們失去理智 然後就可以天分靈暗 辦公室有很多辦公室的外戀 但是更多是甚麼呢 是台底的 即不見得人 那些叫做地下情 會比較多些少 原因是甚麼呢 其實我們始終都會有一些 世俗的規範會在 當然如果你說在辦公室戀外 沒有甚麼世俗規範的問題 即是男美分女美甲 大家兩層雙頭 自然會走在一起 這個很自然的線 但是我們介意的是甚麼呢 其他人看著我們的目光 包括可能上司會給壓力我 即是可能會透過我的伴侶去給壓力我 或者是有些言語言涵當中 就會覺得你們掛著辦公室戀愛 然後就不正經做事 這些都是會削弱了我們在辦公室戀愛的機會 所以我通常就會轉移去搞地下情 就會不讓人知道 但是不代表她不搞 其中一個原因是甚麼呢 好像走回到那個劇集 其實大家是困住同一個環境 那邊劇集是一個島 一個荒島 裡面就會有一堆人 辦公室一樣 可能同一個樓層 都是一個辦公室四面牆 然後都是這一堆人 美不美女我都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相同的地方 就是她是有很多不同的工作 很多不同的任務 去日服一天給你完成 在完成這件事情的時間 大家又是需要互相配合 而且慢慢地你們的長處和弱點 是懂得互相走位 我知道你有些事情是做得不好的 例如有男生可能設計不好 女生就幫忙 女生可能是公開話不好 男生就會代她出頭 甚至幫她寫稿 其實這件事在現實生活上 一些家庭上 一向都是這樣取長補短 我們可能是凹凸相配 這樣其實是相當容易的 和劇集會有一個不同之處 就是別人的劇集可能是幾天幾天 彈工室的戀愛 其實可以是以連計 或者以月計 應該都不會這麼快辭職 是的 以連計 剛剛有所說到的就是 有些外在和內在衝擊 在一至三個月以後 就會慢慢減退 剛才在說的是以月計 以連計 已經在說的是 當外在和內在美貌上 或者是身相識的那種新鮮感的衝擊 已經減退了的情況下 都覺得你是一個疲累的人 所以其實辦公室的戀愛 最後開花結果的機會率 是相對比那位劇集做出來的 是為高的 但是分別只不過是 不會那麼高調 在鏡頭或者在眾人面前表現出來 其實難的 在辦公室那裡 當然所謂性慾的話 就不會很高尺度去彰顯出來 但是如果你說 會不會在一些影印房 然後咀對咀石一下 其實我見到過有朋友是這樣的 算不算一個壓抑呢 或者算不算壓抑完之後的一種彰顯呢 我覺得都是算的 當然 如果你說老闆見到是會有懲罰 或者其他人見到是會有一些會唱你 所謂 會有些叫做聲器 給你聽 其實某程度都是一種壓抑來的 所以他們離開了這個環境之後 可能是回到家 或者他們自己去約出街 我相信他們的親密行為 其實是因為在他們的辦公場所 是有所壓抑 而令到他們在一個自己的私密場所的時候 他們的親密行為是會升溫的 所以我們會開始不斷 他們在一起去 如果不是會有一個派對 我會想到這位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人的